在这边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有趣的数据 那就是昨天在亚太棒球场副球场的比赛 台中市对上新北市的比赛呢 是打到突破僵局制的第七局 台中市一分显胜 那桃园市则是对上了台北市代表队呢 在亚太棒球场的副球场 打到延长加赛突破僵局的第八局 10比9一分落败 也就是这两支队伍在昨天 其实都是经过战力的消耗非常的大 都是在突破僵局制的情况下来完成比赛的 对 没错 都有参与其中 没错 这球打到游击方向游击手接到以后 传向伊蕾西 可是就要选择放掉 督督看他是不是会滚出去 现在台中市教练 内脚球选掉 朱神老师动也不动 形成了四坏球饱送 今天打击状况是蛮不错的 这球提前落地的抱头 让雷尚跑者全部往前推进一个雷包 这样双杀的空间就没有了 好 这球也是出棒 打到右边方向 很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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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出去了 三分打点的拳雷达 面对到第四棒罗宇彦 关键的时刻六局上半 一棒 炸裂三分蛋 让台中市队在六局上半 取得了三分的领先 哇这三分非常的重要 沒錯 這三分這對於台中市來講的話 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羅宇彥這個反向的拳力打的話 這三分真的是價值連城 所以就像剛剛跟主播所談到的就是 假設把雷包填滿的當中 來面對下一棒 或許會有不一樣的一個結果出現 對啦 雖然我們都是結果論 但是這一棒 其實他的意義不只是幫助台中市 取得了三分的領先 而且在下個半局 就算面對到桃園市的中心打線 你被他打全壘打 都不一定是三分 對 如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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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 我們 如果 我們 我們 會